著名的拉斯維加斯地帶有許多神聖的地方 那裡可以進行省思 可以祈禱 也可以表達悲痛 薩曼薩·羅斯失去了他的外甥昆恩頓·羅賓斯 還有他迷人的微笑 打氣的風度 薩曼薩的兩位朋友也在拉斯維加斯槍擊事件中喪生 我很憤怒 想喊 想哭 不過我只想睡 我已經長時間沒能睡覺了 看著曼達來港灣酒店我就想喊 我很高興 那個傢伙死了 不過薩曼薩也非常感恩 他拿到了那場音樂會的票 不過由於孩子們生病 沒能去參加 而他現在必須向他5歲的孩子解釋 58人被殺 近500人受傷的情況 我對孩子說 一個壞蛋幹了壞事 許多人因此受害 我只能向我的孩子說實話 以一種幼兒園的孩子們能聽懂的方式 這些禱告的人正在朗讀聖經詩篇的第23節 我雖然行過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阿曼多 港薩雷斯從加州開車來到這裡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 耶穌說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這就是我們到這裡的原因 因為我們心中需要這種平安 沿著條形地帶前行 城裡專抓賭牌欺詐者的保安 如今開始巡視槍支 其他飯店的金屬探測裝置 兩天來已被用來對顧客進行掃描 如今 保安只搜查高爾夫球乾袋子內 是否有槍支 史蒂夫·帕多克如何將23支槍 帶進飯店房間 依然是個未知數 斯塔西迪斯尼還在思考武器的問題 並且還記得最近與孩子們的對話 我剛好帶著我的兒子 我有兩個兒子 我憎悟槍支 並且對他們講了槍支如何能夠傷害人 對全國各地的大部分民眾來說 拉斯維加斯以賭博聖地聞名 類似這樣的悲劇 使人們得以看到城內社區的情況 如今的這座城市 在維加斯要強大的口號下 凝聚在一起 美國之音記者普利斯蒂報道